40平方米,澳门也是说平方米 哇!480万元 32平方米 10万元 398万元 每样都试过,都很美味 咖喱牛腩是这种 我们这些牛腩不是用厨厚酱的 房间,我未住过这么小的酒店 我现在正在做剪片的位置 好像以前小学那时 读书没有办公台 我醒目了 出门口之前 各位观众大家好 现在是早上9点 我们就出发了 跟上一集有个人 我们今天会去澳门游玩两天 本来我们想去中山吃个早餐 因为自己开车没所谓 跳过的环节 我们现在直接进澳门 那跟我们上次去香港一样 我们是开车去到关口附近 停下车 再进去的 那我们呢 就大概会用 一小时三十分钟左右 就会到拱北的了 大概 我要两个钟 慢慢开两个钟 都不是了,慢慢开,正常 正常开 那跟上次去香港不同 因为香港我们是没有过夜的 今次我们去澳门是会过夜的 所以东西特别多 要考虑的事情就特别多 那我们现在第一步 先去找停车场先 因为那边停车是很麻烦的 是的,跪起来可能一百五元都有的 不像我们上次在深圳 我们上次在深圳停已经很贵 是五十元 已经是很贵的了 是的,有些人还说 可以停车二十元 十元 一天都有的 深圳我说的是 那废话少说 去到停车场 再和大家慢慢讲 我们的行李就摆在车里 书包就是要带过澳门的 右边这袋就是这衣服 那一袋就是老婆的衣服 老婆的书包自己背着 去澳门是不敢带太多东西 是的 戴条底褲 戴条底褲 电脑那些必须要戴 你还背这么多衣服 嗯,行吧 至于这袋就厉害了 多衣服都住一个星期都够 出发 Hello 经过差不多两个钟头的车程 路上没有塞车地 我们终于来到珠海了 现在是这个时间的 我们是九点钟走出门 有个事情是这样的 最初我们打算过来这边停车 是一早已经做好功课的了 那是 不知道是再要打车过去拱北的 也都知道这里停车是多少钱 当时我们知道是二十元 十五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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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来到四十五天 一天 我很怀疑那条是停车场廣告 我老婆在说 也不要理他了 无论浪费这些时间 再去慢慢找 其实我们都在附近兜过 当然找不到 好似面前的停车位 虽然它是免费 我才不说找不到这一回事 到时万一被人打到枪 诸如此类 那就无谓了 现在我们就打车过去拱北 在这里打过去的话 因为我们是两个人 就不能拼车的 就只能选择这个了 啊 那它很快 立刻有人接车的了 对不对 那它过来四分钟而已 只要 我们等车 在这里过去大概十五分钟 就到拱北 我们现在就在这里等车 那个的士司机应该在这里 那司机哥哥就在这里 应该是这个了 没错了 200米重油床 能开车 我们今天就在拱北这里过关 在地下商场这里 一路过一路过就可以了 应该很方便的 嗯 这里附近是没有停车的 有 有 200多元 那就没必要了 我们都很久没来过 以前是在上面那里这样走过 这个位 现在就变成是 在这个地下商场 看来都很方便 就是停车不方便 应该会有的 我们慢慢找 我们就是 对面都150 是啊 我们停过在对面这个位置 观景平台 150元 150元就是目标 现在我们那里几千万 四十 四十 四十五元 这个商场旺了很多 上次我们来都好像没有这个商场 因为人事是怎样的 我都不记得了 一向都有的 嗯 喂 疫情那时当然是死气沉沉 现在就很多 我们继续往 关口的方向走过去 前面写着 大堂澳门 这样 两边的店铺 这边卖衣 卖一下 底裤 这边卖一下 鞋 T恤 这样 嗯 还有多东西 是什么 哦 这里还有手信店 哈哈 可以在这里买手信 不过应该是澳门那边 那些会 好吃点 好吧 好了 终于我们过来澳门了 过关 还算是 如果和以前 我们试过有一次 早上6点起床 然后 过来 下午2点 那时比 真的暢顺了很多 但如果和我们上次 去香港比 就 可能下次试一下 那边会好些 试一下 那里叫什么 叫什么 叫清 新的关口 那里好些 然后现在 我们就打算去 右看街市 食中心 食中午饭 就是这个 步行的话 需要10分钟 都很快 根据地图显示 应该就跟着行人 一路走一路走 一路走 都会到得到 至于我们住的酒店 就在十六毫酒店 旁边 来到我们立刻想买些东西 这里 这个金丝饼店 应该挺好的 还有香滑咖啡奶茶 猪扒包 还有什么 还有很多的 香肠包 热狗 芝士火腿 火腿包 也是11元 一个关 他就要吃了 这个是猪扒包 11元 至于我就是这个葡萄 顶一下肚子 先顶一下 今天是一个工作日 星期二 星期二 这么多人 而且现在中午12点 我们打算中午12点人少一点 换言之后 如果再早一点 他就更多 经过这里又看看楼价 40平方米 澳门也是说平方米 哇 480万 32平方米 即是10万元一方 398万 很夸张 是啊 如果计算人民币 就差不多 又是10万 是啊 计算人民币差不多 可以打过9千 租过租7千 租过租7千 要说一听 嗯 我们离开广场之后 越来越多的居民楼 又见到一些同学生放学 因为这个中数已经是12点了 该放学就放学 不过澳门 每次回到西关那些路 都是很合宅 嗯 有斜坡啊 因为近关闸真的很多药房 来到这里药房呢 奶粉啊 药房啊 如果前几年呢 是人民币值钱 再值钱一点 那时呢 更多人 现在就少了 还有这个整电单车 又或者买一些洗头水 回广州都可以 这些应该是住宅楼 这个叫关闸马路 还有多高楼大厦 因为始终面积是真的很小的 澳门 是 摩托车 一摩托车 这些 这间房子很厉害 地图软件 是叫台山平民新村 有没有可能以前是台山人在这里住呢 现在是台山街市 这里叫台山平民新村 往前走在前面 转左就是游汉新村 在那里过去吃东西 应该很快 里面就写着 澳门台山方众护助会 就是很多台山人在这里 澳门想找东西吃 就好像找这些饼店 和面包店 一定要小小 前面还有酒鬼档 究竟买什么酒鬼档 牛杂 不知道 雪糕 是啊 那里写着雪糕 是啊 吃个雪糕 同学生放学 其实和国内 和广州 一样 都是喜欢这些小食的 蜜瓜和芒果 有朱古力 有 芒果 一小块 芒果 是一样 10元 10元一个 一样一个 好吗 原来这里还有很多东西 咸酸 酸姜 买完雪糕仔 我们继续往前走 10元一个 挺开心的 而且在这里 其实和广州差不多 都是要小心那些 广州要小心电动自行车 但是这些起码有声 广州那些没有声 很多食物 像社区 那里又有中山麻辣糖 雜果 嗯 那个叫什么 小广东马路那边 差不多 那个外场是很有味道的 经历了很多东西 但是一样10万万 是的 我不知道是不是这些 我相信都不会 这些只有2万 那里写10万 是的 尤其是会不会租屋 还是什么 不知道 很多东西 其实我最想这些 是什么 是这样的 还有抢粉吃 还有抢粉吃 就算沿入娱乐场里面 也不去参与博彩 都是要坐法财车的 因为那时又不太懂路 其实我们来过很多次 试过一次就是打车 好像去到 去到 哄仔那边 然后再打车过去 机场 至于这里 应该就是居民区所在地 油汉小贩大楼 我想我们吃饭的地方 应该就是上面 2楼熟食中心 第二层熟食中心 就在这里上去 就是这里了 有很多同学在这里 我们看到 面食 咖啡奶茶 这里吃公仔面 这里咖喱的食 就是那些食品 即是熟食中心 买完的 坐在这里慢慢吃 慢慢享受 这个看来如何 逛逛 抢粉就不必了 还有又有点心的 这里 这间休息足处 这个是吃 熟仔饭的 还有 这里是吃饺子的 到这里的区域 更多人 全部都是同学仔 我看到他们的炒面 好像很吸引 还有猪扒包 可能都会吃的 至于这些 面 我觉得就是 豆腐花 一眼看完 基本上就是这样 咖喱老小方 前面的水饺 云吞水饺 又有 有多少选择 都来了 首先 因为是food court 所以每样食物 每样食物的餐厅都不同 这个是咖喱牛腩面 27元 这个好像是29元 拌面加1元还是2元 原价28元 拌面加1元 变成29元 这两杯食物 好像是 总共收了19元 好像是 这个好像是10元 热奶茶 看着老闆葱 还有这个看着老闆村领 好 那就开餐了 猪手面 可以吗 可以 那些煎饺 我看上去都很多人吃 但是我觉得 都是 没必要来到澳門 至于抢粉 更加不必要 我肯定不在这里吃 但是这两个 比如咖喱 或者奶茶 澳门 应该做得很好 老婆每样都试过 都很好味味 咖喱牛腩 它是这种 我们这些牛腩 不是用厨厨酱的 其实煮法是一样的 但是它用的是咖喱 味道就是咖喱味 嗯 很香濃 很香濃的咖喱味 嗯 嗯 说一下为什么我们来澳门 第一个 很久没来过 各种因素加起来 就是最主要 我们是想试一下 不开车去旅行 是怎么样的 我们开车到拱北 就不算的 不开车 因为我们要背上电脑 衣服 如果我们以后 去马来西亚 去泰国的话 怎么办呢 我们去那些地方 可能会等到夏天才去 因为冬天 是会全程都背着衣服的 每个城市 换的时候是很麻烦的 又要电脑 又要充电 諸如此类 林林种种 今次我们来到澳门 就当于是实责炮 自己都可以玩 尝尝这个 酸头吃过一件 軟 而且 考虑这个价钱 我们就算不考虑澳门 其实就算在广州 也差不多 米芝莲那些 那几家 那麽大碗 真的差不多 便宜一点点 我说换算人民币 是的 还有 风味不同 这里是咖喱 如果它是牛腩 柱油酱 我便不会选它 嗯 少少辣 很好吃 咖喱酱 咖喱汤底 哇 先头吃的蛋撻 已经不够厚了 不够饱了 再切成这些 点满点 湯底 这是竹星面底 大概十多年前 当时 跟我们一家三口 去菲律宾 经过澳门 当然要找些好东西 又去过一个熟食中心 应该叫营地熟食中心 我说当时 我不知道现在营地熟食中心 变成什么 比这里要逼切 而且没有那么光亮的 但是那时 都是冬天来的 嗯 农历新年前后的那些 至于这个猪手拌面 你觉得会不会干的呢 你觉得 不会 它是没有配泪汤的 所以 很多人排队在这里 应该比较值得吃 是的 应该比较好吃 因为它有点像车仔面 你可以选很多配菜 很多人选猪手 我看到 很多人选猪手 选猪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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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吃不费 我开心吃 哇 这些牛腩肥 我也是不敢吃那么肥 哇 你看肥了 行不行 我也是 那些太肥 那些牛腩 一讲明是够肥的 肥的这些才好 很漂亮 那些咖喱味很浓 是啊 其实炆的口感是差不多的 和我们回到广州吃 但是味道 是完全两点吃的 很少的 就算有的 我们也不会吃 因为都是 没有厨牛腩 炆牛腩 不好吃 我说广州 嗯 嗯 接下来试一下 这个是咖啡 热咖啡 如果早餐有这杯更好 其实可以选三文治 我想也是选这个好些 咖喱少喝 三文治 你回到广州 不是说没得吃的 是不是 即是 没那么便宜 是一回事 但这些呢 不多 下来我就试试豬手面 老婆就说一定要试试豬手 这样的吧 最喜欢吃的豬打豆 嗯 很软 很入味 如果在吃的 当然是 离开关闸会软一点 再走入门 这些当然不太值得吃 是 这些好 那些就好了 很软 那些 那些叫做什么 骨胶原的 很入味 又不会太行的 确实不促 其实最初我是想要那些 好像炒面那样粗的那种面 那 那 老板娘的态度非常之好 但是呢 就做事很快的 他没有让我一秒钟优移过 要吃什么 那他就已经扔了面去煮的了 是啊 是啊 很开心的 包括 煮面的那些老闆都说 我帮你拿过去 我说还有东西拿 所以就 就自己拿的 那些面带是祝星面 我很喜欢这种 这种 拌面 还有 很黄的 应该是拿蛋 够多的 没有那些很黑的那种感觉 到澳門不是 那些 药场 药场当然要去 进去看看星色丸脈 好 这些就是本地人的生活喇叭 现在准备坐车去酒店了 不过和大家看看这里 我发现一个很奇怪的情况 的现象 就是那些学生哥们在打机 打机也很正常的 但是他们全部都是说普通话 是啊 比我还准备那些 为什么会这样呢 这个是点心 先头买的咖喱 就是这个咖喱林 应该是这样的 然后旁边 就是买咖啡的地方 就是先头 买咖啡的地方 这里 还有三文字 各种的 现在我们正在上三楼 当我们吃饱饱之后 才记得 好像还有三楼 哦 原来楼上这里 也是很多 但是好像没有楼下多 应该也没有酒保 有糖水 鸡汤奶粉 这样的 差不多了 还有楼下 感觉上好像 下面好些 感觉上 这个鸡汤奶粉 卖多少钱呢 在买 倡粉 买20元一份 还有饺子 我看到很多人买那些饺子 差点我都想买的 20元8只 所以才没有出手 差不多了 跟楼下 都没有酒保 这里是卖 豆奶煎饺 白粥 这里是油炸美食 盏灯是红色的 这里是 都是吃了很多 吃肠粉的 我发现 这里又是 不知道吃什么 鸡肉菜煎饺 街市 准备去前面坐巴士 我原先都想着 来到我们 应该都不用坐巴士 是需要29分钟的 大龙凤茶楼下车 就是金碧民渔中心 澳门坐巴士是6元一位 终于来到巴士站 我看地图软件就说 坐这个巴士 去到金碧民渔中心 下车过去的 最快就是这两趟 在路上 澳门坐巴士是这个金额 6元澳币 港币也可以 可以看到 还有多少个站 我们要坐的 这个巴士 还有一个站 就到了 由于我们是游客 没有用电子支付 所以 是要付现金的 已经准备好了 在这边 在这边 我们是游客 现在我们还在超市 买了购物 原来是可以使用支付宝 非常方便 还有一个汇率 而且我白金会员 还比较低 这个汇率 大概在这里 去到我们要下车的地方 大概是三十分钟不到 现在都差不多 坐了十分钟了 在环街宅岸里走的 老婆还说 如果要我在这地方开车呢 其实我的车是可以的 是的 因为我的车够用的 这些地方 不会开得很快 我们来澳门 都好像没有经过这些地方 都是它的游客区 当地人付钱 还可以电子支付 我们是用现金 当地那些饼铺之外 我发现最多就是 省安南 这里又有一间 是吧 我不知道 其实广州是分两个颜色的 这个是紫色的 这个不是紫色的 这个不是紫色的 是的 还有还有很多 中国电信的电话公司 我们现在就叫做 坐巴士的游泳馆 我之前也都说过 各位观众 如果回到广州的话 其实真的可以尝试一下 这样做的 你大概知道 车的方向是去哪里的 不在郊区 是在市中心走的 其实坐在巴士 游览一下 这个城市 都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坐地点什么都看不到 一捐出来 就是这样 坐巴士 其实是 前提 你对它 又不是极熟悉那种 那种 现在手提电话 很厉害 那些地图软件 我想 国内的App 可以 外边的App 没理由不行 大概去到哪里 那些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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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一直看 那些市场 大概就知道去哪里 那些市场 那些市场 上巴士 那样 那些市场 很多人都在这里 那看来 这区应该是比较旺的一区 叫做 莫拉市行 哇 莫拉市行 附近是福海花园 罗斯山公园 因为有个字字 外罗斯山公园 原来是这样的 只有一个字字 对吧 唯一一个游客 时间 是挺宝贵的 没理由在这里 停留 一两个月 酒店很贵的 便未停稳 请紧握扶手 Otobots 高超不平衡 车位紧稳 请紧握扶手 依扶手 依扶手 大西洋人口 全民安全 Otobots 高超不平衡 请乘客紧握扶手 注意安全 依扶手 依扶手 车位紧握扶手 刘先鞋 封台 封台 注定 離线 马ск dubai 大青 atac 红ahon Bassimo 下雨站踏踏實檔上 Next stop 藍色駕駕駛 往後我走過差不多20分鐘的車程 我們終於來到發現澳門巴士很頻密 我們坐過一次 當時在菲律賓回來 坐過30分鐘的車程 好像江门的那些楼 你觉得像不像? 江门的那些楼就是这样 叫做十月初五街 没错了 这里就叫做十月初五街 没错了 我们住的酒店就走到尽头 这次我就不卖关子 就说我们用了多少钱 我是用了294元这个银码 它是300元 平台就为了10元 就是十月初五街 原来是这样的 其实我也是第一次来 都是看TVB的集团才知道这个名字 没错就是这个 楼下还有得卖这些公仔 不过不重要 这叫城市客栈 就是这里 很近旅游区的 因为我们没有开车 所以肯定是要选择 很近旅游区的酒店来住 更重要的是 对面这里还有大龙凤曲艺舍下午茶座 正在唱曲 美女在里面唱曲 原来已经有70年历史了 这么厉害的 对了70年就来到房间了 在那边 不是这边吗 607 608 在这边的 会不会看到一些娱乐场呢 我当然不知道 应该不会的 先说清楚 这些房间不会很大 但这就是我们的房间 我未住过这么小的酒店 不过说清楚 这里是澳门 还有三百元有找 好 其实 我计划三百多 它有三十多方 是 应该被大老婆说 不过我还没说完 你就订了 对了 有水 又有咖啡 都是责品来的 澳门特色小食 这个是杏仁饼 还有两个水杯 有两个插头 然后这里就是一个 一个甲板 还有两件玉袍 应该是玉袍吧 还有一个风筒 至于冰箱 应该没什么理由会有 这个不讲了 至于一转过来 就是洗手间 确实不是太大了 这里就是洗澡的地方 大概一个成人 站进去是能够出的 至于这里就是便便 这些也不讲了 那些肯定有 但是没有办公桌 还有电视机 但是 是肯定的 进来之前我已经知道 但是真的很干净 还有比较不知道算是幸运还是不幸运 这里是看着别人的屋顶 不过幸运的是 可以看到很远的地方 很远的地方 有风景可以看得到的 还有这里还有一个窗 在西方其实没所谓 大又怎样呢 是没有办公桌 我订阅的时候已经知道了 我现在正在做这个剪片的位置了 好像以前小学那时候 读书没有办公桌 我醒目了 出门口之前 我想了一想 他会不会 是的 因为我没有在澳门过过东西 香港也过过东西 澳门没有 这里有一个转换 我带来了 很方便的 先和大家谈谈床 其实一个人睡就足够了 你睡两个人就不可能了 一个人睡就足够了 这种饭子酒店就足够了 很特别呢 一插这个 我就可以 手电话 电脑 所有都可以用得到 我们又来到酒店楼下这里 我认为附近周围走一趟 走到这一趟就去大三巴看看 这样的 没什么特别的 先说一下酒店 正如仙楼所说 在镜楼以外 我都用了一段时间 可以的 上网有个快 但就只是浏览网页 然后楼下街这里 它又不会听到很吵的马路声 因为这里根本是走不快的 附近也是很古色古香的街道 和我们广州也有很大不同 其实我认为广州西关 应该是要打造成这样的 有些 这个我不知道做什么了 有些南香角 东亚酒店 对面也有大龙凤茶楼 这样的 这里又有猪肚鸡 老街角吃碟头饭 附近有很多东西吃的 前少少还有顺德美食 这里卖一下衣服的 这样的 万无目的地在这里走一走 这里又远离了那些娱乐场 各种的娱乐场 我们都会经过进去看法财树的 但是你说真的一百二百 那肩哥是不会的 福祥还有这些很可爱的 Grafity 但是后面都是一些 烂屋、旧屋来的 很多店铺已经关门了 还有这里有个 十月初五街 叫做鲜味咸鱼 这些是鱼饼饼家 这里外边就是 才留在我们下车里走一辈了 都挺方便的 对面是地道牛杂 三十元 小份 这ik走入去就是我们酒店的街 这个方向走 才留在我们是一辈子 其实游客不愿望的 这个方向是好的 都是一些年轻人的 他们就比我们熟路 是呀 跟着年轻人走没错的 还有这里的路 突然间就会有辈子 幸好他们不多 应该都会有的 就是纯电汽车 大多数都是燃油车 燃油车来远都会听得到声音 还好 还有这些路 如果像东莞石龙那些 那些很旧的路 行前无奈 这里又见到一个 应该是道教的庙 康真君庙 叫做真君都是道教的 这里是烧头柱香 竞涉太衰 喜迎龙年 然后再转过来 这里就有一个喂白鸡的地方 有很多白鸡等着被喂 还有广州很少见的 有白鸡的地方 都是不会有麻石砖的 白鸡在麻石砖中间的食物 至于现在老婆带路 就带我去大三巴那里行 我也在附近看看有什么特色的东西 都是近游客区 还有那里写着利马逗中学 在前面旺游着 好像有很多人在走过去 还有一个事情就是 我之前买了这个 然后这里终于看到有垃圾桶了 有垃圾桶要调掉它 在酒店附近 也有一个比较出名的餐厅 叫做南平瓦醉 我也知道是很出名的 社交媒体也有提及 还有我也问过 一些澳门的观众 他们都说 很出名的 可以试一下 但现在太饱了 没有来现在去吃的 这边是吧 好 这条街更窄 你看这车 很多灵木的这款车 在国内都没有 就算有 很舊很舊 很少 上边那些屋挺窄 对面 这里有电器泡 这些应该是真正的居民区 再来这里 整车 维修汽车 洗车 但是这样 你不要看路那么舊 如何如何 但是这些车 很多都很漂亮 又有电器广场 很安静的感觉 我很喜欢一出电影 张家辉先生 又在澳门拍摄 当时看见 都是很多 很古旧 很葡萄牙式的建筑物 最后我们坐巴士 巴士顺便的部站 是会用几种语言的 其中一种就是葡萄牙文 前面那部车 这样过的 挺厉害的 是一定要小车 对的 一定要小车 开一部老虎 来就进不了 我们这部车 进来就很灵活 哈哈哈 大车 整部长 长板 就不知怎么办 几次去石龙那些旧屋 有些架杀仔 嗯 就是 电鸡 啊 最后被老婆发现 这里有一棵 很老的树 哇 那些树根生到上去 挺厉害的 是呀 青砖 这些是清朝那时 流到现在的 起码通过 是啊 烈了 这里那些屋 滲水应该都会 这里还可以在这里 逐一长棋 又或者 买了东西来这里吃 但是要搞干净一些 卫生 自动感应关 应该是掉垃圾 我猜 垃圾头入口 很有趣 是啊 是啊 满了 它就会写满 对不对 应该都要分类 分类 这个是年吉 是不是 年吉垃圾回收店 它那里有写 哦 这个是吃豆腐花的 要看很久才能理解到 它是吃什么 而且这些车要走得很慢 还有呢 无论我们在酒店 和出道梁外边 都听到很多普通话 说明他们都是游客来的 游客多了 挺好的 这些车要看起来 我们认识到后面那个 那个就是娱乐场 很出名的 但是望山 跑死马 这里走 也很远 这是补习中心 补习有第几名 第几名 又有奖 奖学金 很厉害的 都是要补习的 这里是很多这些古碗店 还有这个叫做醉浓舊社 应该喝到 都游客 应该坐在前面 就是一些旅游景点吧 所以很多游客 大代世代的拉着 来走这儿 找好东西吃 这都是外国人的 我们相信大多数都是 讲普通话的游客居多 有点像金榜上街的那种 小小 这里还卖香 当然你说跟金榜上街比 当然是这里人少一点 加之今天是一个工作日的 下午 当然是人少一点 上面还有只猫 为什么 那里有只猫的公仔 不是农连的吗 还有上面写葡萄麻文 吃素食 这个叫做猫猫 行指猫猫 那会不会是猫咖啡店呢 这个是中药房 真是猜不到 真是猜不到 很有特色 这个可可乐樽 是变成一个省丝头在上面 很多店铺都看来不知是什么 这个是喝茶的 这个是卖茶杯 这个应该是一个酒店的 奥换 那个看不到什么字 对面前面一直走 就是很热闹 很吵吵 可能已经很接近旅游区 这个是1.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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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9 3.29 1.29 来到这儿 我们暂时走过这么多 都有一点点累了 看看地图 看看地图 下一个地方 我们就会去大三巴 我约定大家下集见 究竟他找不找到大三巴在哪里呢 他还在找着 在哪里 下集见 看看我们能找不找到 其实跟着又走就行了 帮忙分享这部影片给你的朋友 或者帮我点个like 拜拜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